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 什么是现代化呢? 现代化等不等于赶时髦呢? 佛教又如何赋予现代化意义呢? 我们要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始 我想每一个人 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人 都是生活在现代 古代的人 在他们那个时代也是现代 我们现在的人叫做现代 但是在过几年 几十年之后 我们这个现代的人 被后代的人当成古代了 所以现代本身 是随时随地 处处 常常在变的 但我们现在的人所理解的所谓现代化 大概是科技文明 机械化 自动化 以及现在呢 叫做科技里面最尖端的是资讯 这是电脑 那叫做现代吧 那现在我们讨论一下 我们生活在现代的人 你是不是不在现代啊? 我想每一个人 吃的饭是现代的饭 喝的水是现代的水 穿的衣服是现代的衣服 你怎么守旧也没有用 问题是说 头脑是不是现代 够不够现代 我们呢 我常常讲 我的时代 我的时代 好像是说 我的时代 就是过去的 其实我的时代就是现代的 从我小的时候 一直到现在为止 要快七十岁了 那这个 这个过程呢 在 我小的时候算不算 是小的时候的现代 我年轻的时候 是年轻的人现代 我中年是中年的时候的现代 我在现在到老年呢 老年的时候的现代 那现代的文明 是不是我跟得上 是不是呢 我记收了 是不是啊 我知道了 如果我在六十年前 到现在为止 这中间全部都是空白 好像是说六十年前 出生以后啊 六十多年前 在儿童的时代 所接触到的这讯息 然后呢 突然间一下子 我的头脑是中间 完全是断层 我这个人就是冰冻起来了 突然间到了今天呢 又复活了 那我一看这个世界 哇 怎么这个样子啊 我完全看不懂 听不懂 那 表示说 我这个人呢 是古代的人 不是现代的人 可是呢 我从啊 童年到我现在老年啊 我每天都在记错的 天天记错到 什么东西 人啊 事啊 物啊 都是在 都是在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在成长 我也天天在 看报纸 看杂志 还有呢 你要听也不要好 不要听也好 人跟我记错的时候啊 都会告诉我一些 师父啊 你知道吗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呢 师父啊 你知道吗 现在世界上有什么事呢 你的意见怎么样啊 说我不听也得听 所以我经常啊 都是生活在现代的 那么问题是在于 现代意识 是不是等于敢时髦 敢时髦 是不是等于就是现代 这是有问题的 年轻的人呢 青少年的时候 他们所见到的 这是啊 现代的一些非常浮面的 流行的歌曲 跳舞 或者是玩的 或者是呢 穿的衣服 或者甚至于头发的发型 头发的颜色 这些呢 他们看到的就是非常肤浅的 浮面的现代 这好不好呢 这个只能说 让年轻的人呢 感觉到感官刺激 觉得他们蛮有兴趣 蛮有趣味 而这个也没什么不好 只要不啊 对我们的社会的风俗 习惯 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没什么不好 但是呢 真正的所谓现代的 印尼啊 是啊 新的知识 新的学问 新的技能 新的观念 这个 是叫做 这是现代 那比如说 我们今天 在于20世纪末 快要接近于21世纪 现在这个世界的 最重要的 哲学思想是什么 不知道 现在这个时代 最好的宗教 新疆的人 特别多的 或者是某一个宗教里边呢 哪一个部分呢 最受人欢迎的 知道不知道 比如说 我们20世纪的后半期 直到现在为止啊 佛教里边的禅 几乎啊 受到 全世界的人 欢迎 因为它不是宗教 没有太多的宗教的遗色 和宗教的 信仰的 迷信的色彩在里头 而是叫我们去用的方法 用的观念 而实际上 直接去亲自体验它 是一种安心的 安生的一种方法 所以是呢 很受欢迎 这知道不知道 如果知道的 那就是现代人 还有现代的科技里边呢 大家都能够用的电脑 你知道不知道 如果不知道 这个人 那就不是现代人 还有 现在我们这个 人与人的距离呀 越来越短 那 我们现在需要用 不同的许多种的语言 才能够跟不同的人种 不同的文化 去交流沟通 以及吸收心理知识 我们知道多少语文 如果完全不知道 这知道台湾话 这知道客家话 那这个中国的通用语 不会讲 只会讲地方语 这算不算现代话 多懂一些地方语也很好 那多懂一些 外国语 那更好 那我们是不是会 不会 那也就不是现代话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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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